背什么经呢 所有应该他一生要知道的统统要背 你看从这个上学 大概是六岁上学吧 六七岁到十一二岁 把所应该要读的书全都背书了 他一生都不会忘记啊 因为他记忆里好 对记忆里好啊 所以十三岁上太学 那就是中国从前没有中学 就是一个私俗 什么叫太学呢 太学就是现在大学 大学 当中没有中学 所以中国只有两个阶层 一个就是家学私俗 然后你参加考试 家学大概是从六岁到十二岁 六七年 六七年的时间就专门叫背 四叔五经十三经 这些东西都要背的 上太学的时候 老师就天天给你讲解 跟学生再互相讨论 没有书的 书都会背了 老师也会背 学生也会背 而且背的是 第几章 第几页 第几行 第几个字都记得很清楚 背到这种程度 所以读书快乐 不需要书本的 都在脑子里 都在脑子里 那奖金教学的时候 老师带着学生 学生都不会多了 带十几二十个学生 你看担着是韭菜的时候 游山玩水 到哪里坐下 习地而坐的时候 那就教学奖金了 就给他讲 讲的时候同学提问 来研究讨论的 没有书籍的 不带书的 不需要 都背 老师也背过 学生也背过 你没有背过的时候 你就不能参加 那你就没法去听 不知道他们讲什么 师父这太妙了 对啊 你说这中国传了几千年 这老教育都是这个方式 老祖宗真有智慧 所以我们现在跟老祖宗比 怎么比都比不上 他们那个功夫真做得踏实 八十九岁 讲经教学 引经据点 不要查资料 他都在脑子里头 不用查资料 不用啊 全部都是十岁以前 电梯打的 十岁以前全部都背 对 不错 所以小孩记忆力好 所以英灵他记忆力好 当然是 他过去深重 深深事实 他学了多少东西 他也是深深事实的 对嘛 他也不是一次来的 是决定不能够亲事 他非常聪明 非常聪明 不是不懂 真懂